各位同学大家好,这节课我们的任务是安装MongoDB数据库 我们平时开发个软件系统,肯定少不了系统消息这个模块 比如说地下公司有1000名员工 倘若我们在系统上发出一条全员的消息 就需要往数据库里边存放1000条消息记录 如果我们用MySecret来存储这些消息记录的话 特别的占用存储空间 而且MySecret单表数据量如果超过2000万,性能就会急速的下降 所以这节课我们要安装MongoDB 我用它来存放系统消息 各位同学,我现在切换到思维导图上面了 上一节课咱们是安装过了MySecret数据库 详细的步骤在手册里边写的非常的明白 简要的步骤在这个思维导图里边也列出来了 好了,咱们来看一下这节课咱们要安装的是MongoDB数据库 有几个事情我要跟各位同学简单说两句 首先在这个课程里边 我是给同学们提供了绿色版的MongoDB 大家把这个压缩包下载下来以后 解压缩你就可以去使用这个数据库了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解压缩的时候 不要放在这个还有中文的目录里边 这一点各位同学切记切记 你假锁出来以后在里边可以看到Mongo.bat文件 双击就可以启动MongoDB数据库了 启动数据库之后 接下来咱们就是要建立数据库的连接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库的登录信息是什么 验证库是Admin MongoDB我给各位同学创建好了账号和密码 账号这个名字叫做Admin 密码是ABC123456 各位同学你自己去安装MongoDB 自己去创建用户也可以 或者说干脆你就用我提供的绿色版的MongoDB也可以 各位同学我现在切换到手册的第一章第二节 这节的内容是告诉我们如何安装MongoDB数据库 MongoDB数据库的安装非常的简单 但是需要做一下初纸化 比如说你去编写配置文件啊 去设置数据目录啊 还要去创建管理员的账号等等 这些步骤呢比较麻烦 所以我就给各位同学带了一个绿色版的MongoDB数据库 大家呢把这个压缩包下载之后啊 夹缩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好了各位同学 首先呢你是要到咱们Git上面去下载一下MongoDB这个ZIP压缩包 下载压缩文件之后呢 你在夹缩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夹缩出来的这个文档目录里边 是不能还有中文或者空格了 这一点各位同学一定要切记切记 否则呢你去启动MongoDB数据库就会出现闪退 我们正常呢把这个压缩包夹缩出来之后呢 各位同学可以到夹缩出来的目录里边 找到Mongo.BT文件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文件 双击这个文件呢就可以启动数据库了 咱们来看一下在这儿呢有这个Data目录 这个目录就是数据目录 另外呢还有一个文件叫做Mongo.cnf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文件 那么它呢是MongoDB的配置文件 如果说你要想去修改端口号啊 或者说想要去修改什么参数 那你就可以去编辑这个文档的内容 好了这个呢是说过了 如何安装MongoDB数据库 其实呢就是把ZIP压缩包夹缩出来 我们就可以使用了 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如何去连接MongoDB数据库 那么我在这儿呢使用的客户端呢 依然还是Ninvcat 它不光可以连接MySQL 还可以作为MongoDB的客户端来使用 我们在创建连接的时候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在这儿呢我就可以选择MongoDB这个类型的连接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填写一下登录信息 在弹出的窗口里边 咱们把这些信息给写一下 首先呢就是这个连接的名字 这个无所谓 你怎么起这个连接名都可以 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是连接本地的MongoDB 端口呢默认的是27017 然后咱们看一下就是登录信息了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需要把这个验证的下拉列表啊 选择成password的 把这个验证数据库呢填写成Admin 因为MongoDB默认自带的一个逻辑库就是Admin 在这个逻辑库里边存放的是MongoDB保存的决算 还有这个账户的数据 所以呢咱们想要去登录MongoDB 填写的验证数据库呢就必须要写Admin 接下来就是MongoDB的登录账号了 我给各位同学已经创建好了账户 用户名呢是Admin 密码呢是小写的ABC123456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密码 填写好登录信息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登录MongoDB数据库了 我们也不需要往这个MongoDB里面导入什么数据 你就是正常可以启动MongoDB 咱们用Navcat可以连接到MongoDB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呢咱们就去实际的操作一下吧 各位同学我现在是把MongoDB的压缩包 减压缩到地盘了 然后咱们去双击一下BAT文件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MongoDB已经成功的启动了 如果说你不关闭这个窗口的话 MongoDB一直处在运行当中 如果说你把这个窗口给关了 MongoDB也就停止运行了 接下来用Navcat连接一下MongoDB数据库 我现在就去创建MongoDB的数据库连接 在这儿咱们把这个连接的类型选择成是MongoDB 然后在弹出的这个窗口里边 首先给这个连接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就叫做MongoDB 咱们连接的是本地的MongoDB数据库 端口呢我也不修改了 接下来在这儿把下来列表选择成Password了 然后验证的数据库啊叫做Admin 接下来用户名也是Admin 密码是ABC123456 好了咱们点击一下测试连接 那么各位同学咱们去等待一下结果 现在我们看到提示的信息说连接已经成功了 对吧 好了咱们就点击确定 我现在双击这个连接 各位同学稍等片刻 咱们看到这个连接就已经建立了 那么因为我们并没有往这个MongoDB里边存放任何的记录 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不到其他的这个逻辑库 等我们以后使用的时候 需要往里边去创建逻辑库保存数据啊等等等等 好了各位同学 你把这个连接呢给创建一下 因为有的同学呢不想用我创建的这个MongoDB账户 有的时候呢他想自己创建一个登录的账户 那么在这呢我就讲一下如何创建账户 各位同学 首先呢你去点击一下新建查询 然后咱们在这个编辑器里边啊 写上代码 各位同学请看 首先呢咱们必须要切换到Admin这个逻辑库里边 然后呢咱们要执行一条语句 这个语句是用来创建账户的 那么账户的名字呢假设说叫做root 密码叫做abc123456 这个账户分配的角色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在这儿分配的角色叫做root 就是最高权限的这么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是存放在Admin这个逻辑库里边 好了各位同学 那么咱们选中这些语句 然后点击运行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输出的结果呢是ok 结果是1 也就是说这个指令已经运行成功了 所以将来呢你用你自己创建的用户 去登录这个MongoDB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各位同学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已经把MongoDB数据库给搭建起来了 下一节课我要来给同学们讲一下 如何去搭建Redis数据库 好了同学们 咱们下节课再见吧 咱们下节课再见